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将两岁男童残忍杀害的罪魁祸首竟然年仅十岁的故事 在大众的印象里,罪孽深重的杀人犯不是看上去凶神恶煞,就是毫不起眼,道貌岸然的,总归是成年人 天真浪漫的小孩很难让人把他们跟那些黑暗的字眼联系到一起,可这世界上总有例外 审讯室里就出现了这样两个格格不入的身影 他们是乔文和罗伯特,是连少年都算不上的十岁小男孩 一个名叫詹姆斯的两岁男童被残忍杀害,他们是重大嫌疑人 乔文看起来很慌张,目光频频望向身旁的母亲 警察才刚开始问话,他立马就否认了自己去过男童最初出现的商场 而罗伯特看上去要冷静许多 即便看到了他和乔文带走小詹姆斯的监控画面,也毫不慌张,拾口否认 就算被问起监控里的人外套和他的一样,他也能淡定地回答 有很多人外套都和自己的相同,不能证明监控里的人就是他 在警方的几番追问下,罗伯特推翻了自己先前的手法 承认那两个人就是乔文和自己,但带走詹姆斯的只有乔文一人 自己什么都没做 在知道罗伯特交代了自己和他都去过商场后 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乔文,情绪忽然激动 逻辑也开始出现了混乱 从一开始的否认自己去过商场 到后来承认自己去过,但否认见过詹姆斯,也从来没有打劫过他 本来一直相信着他的母亲难以置信,禁不住力声质问他 乔文哭得更厉害了,越发崩溃 另一边的罗伯特依旧冷静,依旧否认自己碰过小詹姆斯 警方则表示,有一名老太太在水库边看到过他们和小詹姆斯在一起 小詹姆斯头上的淤青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问起他们时,他们谎称是在山脚下发现了他 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伤了 老奶奶不宜有他,就这样错过了解救小詹姆斯的机会 到后来罗伯特承认了是他们一起带走的小詹姆斯 但都是乔文抱着的,自己根本没碰过他 说他们将他放在铁路边就离开了 在知道罗伯特把罪责都推到自己身上后 乔文激动的满脸通红,疯狂的说罗伯特是骗子 也开始死咬上了罗伯特,说孩子是被他扔掉的 乔文一直在否认,扯谎,半可怜 扑到警察怀中诉说自己的委屈 看得出来他很擅长利用自己纯真的外表去达到想要的目的 审讯室一度陷入混乱 乔文在他和乔文身上都发现了小詹姆斯的血 说明小詹姆斯流血的时候他们俩在场 或许还做了导致小詹姆斯流血的行为 十岁的罗伯特并不知道有通过血液验DNA这项技术 所以还在试图解释他身上的血 是来自自己被划伤的脖子 这当然糊弄不了警察,罗伯特终于被问崩溃了 在父母的劝说下,乔文终于承认了这一切 孩子就是他们杀的,他们是在肉店旁看到的小詹姆斯 乔文觉得小詹姆斯或许是迷路了 于是他们带着他到处找他的妈妈 但因为失去了耐心,他们带着他去了运河边 将他抱起又狠狠摔到地上 他头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罗伯特很讨厌自己的弟弟 他又在小詹姆斯身上看到了弟弟的影子 所以连带着对他也非常厌恶 于是他打开了油漆罐扔到小詹姆斯脸上 肆意侮辱折磨 最后他们带着小詹姆斯来到了铁路边 往他身上扔砖头 用铁块棍子朝他头部猛击 在看到他昏死过去后立马跑了 而被留下来的小詹姆斯被过路的火车碾压至死 这段短片改编自英国的真实案例 在真实的案件中 乔恩和罗伯特交代了他们更为可怕的动机 和更为残忍的杀人经过 1993年的2月12日 逃学的乔恩和罗伯特在一家商场里偷窃捣乱 被店员赶出去后 他们萌生了绑架一名小孩 在用自己偷来的东西捉弄他的想法 他们起初的目标是一对幼儿 但因为幼儿母亲的及时发现 才没有让他们将孩子成功偷走 之后他们便盯上了落单的小詹姆斯 将小詹姆斯诱骗出商场后 他们本想直接把他推到马路上让车撞死 但因为担心路人太多 他们会跑不掉 所以把小詹姆斯带到一处偏僻的火车站 开始了他们地狱般的酷刑手段 在发现小詹姆斯被折磨死后 两人还把他的尸体放到铁轨上 试图伪造火车碾压事故的假象 警方发现小詹姆斯的尸体时 他已经被火车压成两截 经法医鉴定 小詹姆斯浑身上下有40多处骨折和刺伤 光是头部就有10处骨裂 眼睛及脸部被涂上了蓝色颜料 衣服脱了个精光 嘴里塞满了电池 下体还有暴力性撕裂的伤口 面对警察的审讯 乔恩和罗伯特起初妄图 用撒泼打滚 哭吵喊闹糊弄过去 眼见无效后又开始互相推诿 撕打缠斗 但证据确凿 他们最后还是交代了犯罪经过 警方最后一次对他们的审问 因为细节令人发指 无法在法庭播放 所以扣留了字盘磁带 从未公开 最终两人谋杀及绑架罪成立 刑期几经审判 最后定为短短8年 服刑满期后 他们还能换个身份重新生活 并能受到严格保密 因为当时年仅10岁 他们成为了20世纪最年轻的杀人犯 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有时候孩子的恶更为纯粹 也更为肆无忌惮令人胆寒 本片来自剧情短片 鸡鸭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